第五条书第2章第20节 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 亦有木器雅器 有作为贵重的又作为卑贱 人若自杰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作贵重的器名 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说到这里值得一提的 就是我们在昨天提到关于无依人 这点我觉得值得再去引申的两大点 我希望能够一提一点 第一大点最重要的就是 现在你就明白了 这里所说的贵重的器名 我们在说越贵重的神就给越大的托付 越大的掌赏 越大的恩膏 而并且他如果脱离卑贱的事 他圣洁的话 他会成为一个好的圣在 圣在神所赐下的宝贵 这些祝福 而事实上 这个就是我和大家分享的重点 而事实上这个原因 就是我们知道 很明显无依人绝对不是身负 因为我们在时间上肯定到一件事 就是无依人要事奉三年半 然后他们死了之后三日复活 而复活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基督 从天而降带着千万圣者 所以身负当时一定在天上 和主耶稣基督从天而降 那无依人怎可能是身负呢 而另一样最明显的给我们知道 圣经是有意将灯台和金灯台的分开 就是来自这一段经文 所以你会看到无依人 如果对比他是贵重的器皿的话 他绝对不及得这个金灯台 是不是? 这个神所用金 精金一块的金 作出来的这个金灯台 而这个只是灯台 我们知道这个灯台甚至不是用金 也不是用银去做的 他用石柱然后再加上一些铁去做这个 我们所说的灯台 就是无依人 所以我明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器皿来的 是两个不同的人物来的 但是问题是这两者不同的人物 神同样强调一样很重要的题目 就是什么? 就是很明显神强调恩高 为什么呢? 因为如我昨天所说的一样的事实 事实就是 其实是真的 去到七年大灾 如果我们还用猶疑的方法 我们用根本基耀传统的方法 让我等三百年 哪有三百年? 这群不跟从主要的人 根本只有三年最后的机会 到数的了 就是1260天 是最后的机会 还等三百年? 还要等到别人变成化石 你才说信 他们要学习一样东西 就是神在这么多年当中 驱使我不断去锻炼 学习 去研究 并且能够以这个明白 和大家分享 就是其实未来的日子当中 在最后七年大灾难 所有跟从神的人 是以恩高辨别的 是以我现在跟你说的 如果你现在 你说 日华 你信了主要超过三十年 事丰都快要三十年 已经是二十八、二十九年了 但我觉得不够时间 我不够时间去知道 那你一定不是基督徒 我不管这句话 那个是牧师 什么比较大粒的熟灵领袖 都是废物 我再说一句 这些是废物 如果这么多十年都不知道 那他怎能够使得 他在主耶稣基督的时代 认识到主耶稣 一定不行 他一定是变范尼座人 他一定会蝕着圣灵 他一定是其中一个 骑长派 要等三十年 到时我就会跟从主耶稣 因为三年半 但你活在他的时代 你就不知道主耶稣是三年半 你真可憐 明白吗 说估计吗 现在这件事发生了 之后 我们的马后炮说我们可以 但是 你怎知道 我在这个世代 是奉了多少年 我现在自尊都在说 不知道会不会 神随时接了我走 又或者我回来香港的 头三年半 你怎知道 我将来会有二十几年 我都不知道 我直成 如我所说 我回来香港 我最初是奉四十天 饿死就算了 那种 所以如果 我们用这种 无知的态度 自己是这样 带领别人也是这样 那便核子领核子 圣经一组教我们的方法 为什么我们不用 并且我们用看这种方法为危险呢 很明显 就是因为很多人觉得 圣灵所给我们的带领 根本就是危险 其实我说穿了 我说的事实给你听 为什么很多人不接受灵恩呢 因为就算明明是神带领的灵恩 这些领袖 或者神所用的先知 或者神用的使徒 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所分享的讯息 是别人觉得危险的 就好像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好像我在说这个讯息的前几天 有些人就是挑战我 为什么说一些东西 其他牧师不说 明白吗 就是这样 他觉得这些危险 但问题是这些 是圣灵带领的 例如4794 商养水 或者现在 甚至我们说的2012信息 全部是神带领的 OK 他不要说他听或者他明白 他还留在 为什么你说 如果你说 那不是来自神 那我不参与 我先看看 这样 即是换句话说 他这种逻辑 有生之年都不用指以跟着 神的先知 没有可能 明白吗 如果先知的预言 还要10年20才应验的话 他们一定会错失 就是那10年20才 到应验的时候 我才来 但就如我所说 到应验的时候 那个先知都已经被人攻击 骂 都已经麻木了 我中了又怎样 这样的 你知不知道 所以圣经说 先知在本地本族坞 当然是不受人尊重 就是这个意思 这些人不单止 会错失十几十年 他用他这种逻辑方法 去有生之年 都不用指以跟从神 那他不跟从神 他跟从什么 他跟从自己的饭碗 跟从自己的肚腹 跟从自己的血气 那这些还想什么天堂 说笑吗 他信了主之后 他哪有信主 他都没有看神是他的主 OK 他自己都是自把自为 过自己的人生 甚至如果有利害关系 他不惜舍族聖灵 那哪可能会过一个 叫做爱主的人生 而事实上 你千万不要轻看这种看野方法 因为这种看野方法 如果相安无事都还可以 一旦有利害关系 便会导致你舍族聖灵 但是最低限度 都绝对会让你错失 圣灵在那个时代的工作 所以在圣经里面 为什么会说到关于金灯台 为什么会说到关于灯台 最主要就是说到 关于神和这些人的关系 他们能够发光 在这个世界上面 能够发光去照须人 他们能够产生他们的功用 都是圣灵的恩高 所以你看到圣灵的恩高 在一间教会当中 做一些能人所不能的机能 能人所不能的工作 而那些根本一定是圣灵的恩赐 和恩高才可以做到的 你就要战经了 明白吗 就算当你进入这间教会 成为领袖 你都能够在这个恩高当中 尝到这个天恩之味 但也不是等于 你有资格去持续圣灵 因为不是你带领这间教会 不是你开始这间教会 也不是你开始这个运动 但我见有些人 就是如我所说 他那种的悲战的阶段 他们能够尝过天恩之味之后 他竟然变成经济 长出经济就是 他以为我身上都有恩高 神恩恩高也是不乐如是 其实神不是尊重这个人 神是尊重这个运动 尊重这个教会 尊重这个群体 然后才让这些禽獸入来 当然他未跌到之前 就像素罗那样 神一样高他 但问题是跌到之后 神都没面子给这个 就算素罗也 提本太后书第二章 第二十节 在大会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 也有木器瓦器 有作为贵重的 有作为悲战的 隐约志杰 出离悲战的事 就必作贵重的器名 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圣洁合乎主用 我一生奔跑 遥往二路 不走错 今将一生 风在坦前 心释放 与主居所 敬拜师傅 多向往 愿真实现状 不拘过往 不再遇上 我一生得住 引领道路得混同 拖堂 意外相 尚在主的圣索 并尖量 永迷因主振光 我圆圆九居丧 并尖量 永迷因主振光 见着我主圣帖 幽美 又好发出憧憬 得莫尘的主天国